中小坪數吧 兩房就好了吧 兩房一坪 中小坪數 大坪數 會想要找大坪數的 房價高漲 房市走進高總價時代 也讓民眾買房坪數越來越小 根據內政部統計 2021年全台25坪以下的住宅交易 就佔了41% 也就是說每10間房屋交易 就有4間是25坪以下的小宅 七大都會區 從北到南房屋買賣交易 都是25坪以下的住宅交易居管 其中台北市25坪以內的交易占比 超過五成高達53% 新北市也不遑多讓 25坪以下的交易占比 達到49% 而桃園市與台中市 也有43% 小坪數它加車位 可能就1000多萬 就差不多可以 小資族比較負擔得了吧 就沒錢買大坪 用不到大坪數 可能兩房就差不多了 現在大部分的購物族 它都是以總價為優先考量 但是因為房價過高 所以大家能夠承擔的這些房價 是有限的 所以在總價考量的情況之下 必須就選擇空間相對來說比較小的 所以成為一些單身貴族 或者是一些投資族群 他們要做出令規劃 或資產需求的時候 會優先來做入門的選擇 台北市不僅是中小坪數交易占比 最高的度會區 從平均買賣面積來看 同樣是以台北市的27.31坪最小 其次是新北市的28.34坪 接著是桃園市的30.76坪 而台中市 新竹市 高雄市 與台南市則介於31至38坪之間 以台北它當然是首山之都 在各方面不管是在交通 工作機會 舊學 舊業的機會 都這麼豐沛的情況之下 其實很多人當然希望北漂來台北工作 小宅的總價親民降低了購物門檻 對口袋不深的小資族來說 也能買房源夢 只不過專家提醒 購買中小坪數的產品時 還是有風險要注意 格局和價格是交通方不方便 會在乎說廚房不要是開放式的 然後採光要好這樣 可能不能單看這個 全創上面的一個坪數 你還是要去了解扣掉公社之後 你實際的居住空間 符不符合你自用的一個需求 有些小宅他在樣品物的過程當中 你可能會看到 覺得空間感還蠻夠用的 但事實上呢 他那個樣品物 他可能是經過視覺的改造過的 有趣的是 儘管近幾年中小坪數的房屋正夯 但中古屋卻是越買越大 房仲業者分析 這與疫情有很大的關係 受到疫情的影響 大家更重視 也更需要居家的生活空間 不管是work from home 或者是在家需要視訊上課上班 這樣的機會都更多了 那也去凸顯說這些居家生活空間 他如果能夠去多規劃出一坪或者是兩坪 不管是對於書房啦 或者是居家生活上面所需要的這個 額外的休憩的空間呢 可能都對現在的民眾來說更加的珍貴 今年建商為了迎合市場需求 房子越蓋越小 其中不乏投資客進場佈局 因此不管是有自助需求 或是作為投資 民眾在入手中小坪數的住宅前 還是要以自身需求為主要考量 《經濟日報》劉玉宋惠玉台北報導 與初衛生存在上課